好了,我们现在先找Raby一起谈谈外围的情况 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都还没办法 现在传说接让俄罗斯的乌克兰的东部边境 就有个炮声传出来 就看到大家又会再很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转向警告说 俄罗斯其实可能未来几日会入侵乌克兰 当然这个是他那方面的说法 市场都不管,都害怕 导致昨晚都跌了六百几点 其实是今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当然过几月左右 总之暂时好像都是比较弱 资金拍入尾债是避险 看到市场反映债价升 十年期债息就回到两厘楼下 那些避险资产金价 从八个月新高,日元都做好 怎么看现在是否资金流向 都会继续避险 留下一些相对这一类的资产 那美股方面是否那个弱势都会继续呢 当然如果你说局势继续紧张 那的确同意你说 资金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避险的资产 那譬如金昨晚都破千九一楼上 那譬如我们说债留入美债 那债息又拿回两厘楼下 就是十年期债息 那虽然你说这几天都是这么紧张 或者好像拜登所说 真是有个叫做开火 入侵的一个情况的时间 那不排除有这样的机会 那甚至乎如果真是资金是这样走之下 那的确对美股或者股市方面来计 那一定有相对的冲击的 那所以譬如昨晚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 有过比较明显的回吐下跌 那但是是不是等于一定会跌呢 那这个我想就真的要看着 刚才提到局势的发展 因为始终其实俄罗斯 这边的关系呢 其实就说一句 我自己觉得就比较难去完全分析 一来就不是什么政治的一些专家 但是二来我觉得 始终你看到过这几个星期 其实消息面方面都不断在变 不要说几个星期 可能只是过去几晚都是 曾经前那几晚 又说俄罗斯要有部份撤军 那也都是有个利好之下 美股一大夹过 那但是去到昨晚又说 似乎有一点开火了 或者是有一点入侵了 那又跌过 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 可能随时都会是转变 那所以我觉得以短期来计呢 真的会就着这个局势的发展 或者演变 不断有时是发上发落 那所以我只可以说就是 波动性是会几大 那但是一定会下跌呢 那如果假设突然间两边的局势 是缓和又再是有好 其实又可能回头不出奇 因为其实这边 大家经常听的消息就是 比如拜登有警告又行 俄罗斯又好像有些动作又行 但是其实昨晚都有一段的news 其实见过 比如乌克兰那边的总统 其实自己也有说过 愿意和俄罗斯是有些和谈的因素 所以其实是否绝对没有计划呢 其实又未至于是 所以我觉得变数是会比较大 还有我想这段时间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因为未到三月份的议息会议 那未真是说美国是加息 加多少啊 25点还是50点 那所以未有这些实际动作之前 在剩下这大概可能一头半个月的时间呢 借着一些外围其他消息 令到美股是震一下 其实不奇怪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 刚才提到 短线会是波动性继续比较加剧一些 那特别比如道指为例 那当然了 昨晚这样一跌 又再跌穿回250天前 因为250天前大概就是34,600附近 那变相短线看一看 可不可以收复这些位置 因为年初回来至今 其实市村过了都几次 但是最后都能够站得上去的 那变相这次能够收复得到的话 那都还有机会弹一下 但是如果你说收复不了 反而越队越深的 再下面的位置 就是看着今年年初的低位 33150这些位 那如果这些都穿了的时间 那才我想要小心一点 就是可能到时走的风险 相对比较大一点